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开始了 好 来 好 来个红包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是红包 小的时候我姥姥爷爷奶奶 姥爷都会给我红包 有人现在习惯这种微信转账 微信红包 但我还是喜欢那种 我递给你 然后你接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遗失感 然后就都被爸爸妈妈收起来了 倒现在也没有给过我 这种礼节都这样吧 小的时候会比较热闹 像我长大一些 然后我主动给家人红包这样子 还是得包红包 香肠腊肉 这个是四川的特产 鱼鲜肉丝 我爸做了 年饭是必须的 我是湖北武汉人 我们那儿过年吧 桌上会有丸子 会有鱼 在我家过年的时候 会包盒子 丸子就是团团圆圆 鱼呢就是代表年年有鱼 一到吃年饭的时候 桌上这两个菜是必有的 其实个人很喜欢做饭 有一年的后 我也是跟着家里掘着 去包这个韭菜盒子 然后我包的是奇形怪状 团聚在一起又吃 我说实话 虽然我不打巴架 但我觉得一定得有打巴架的人 我们家从八点钟开始 就一直看春晚 然后到可能一点钟 然后开始搓麻 就那种 年味就是人味 大家团聚 团聚才是过年 不管是在旁边欣赏别人说话 还是你深入其中的考试 我觉得这都属于年的一步 每年我们只要聚在一起 就有多会打的 我是东北人 你的印象都是一直都是很寒冷 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商超什么的 其实都是在路边 然后卖春联的 然后卖洞梨的 什么之类的 反正感觉很热闹 因为我是哈尔滨人 哈尔滨有一点例外 是哈尔滨有这个冰灯雪雕 冰雪大世界 它是除了过年之外 会让大家多一个娱乐的选择 也希望大家多去哈尔滨 去我们的冰雪大世界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可以身体健健康康 事业顺顺利利 人快快乐乐 我希望再创造好的角色 一切不好的都会过去 明天依然是阳光灿烂 希望我心里想的那人早点来 这个是我作为演员来说 特别期待的一个事 我觉得一切都会很好 我们这个行业都会越来越好 拍好下一部戏 降低期待 然后以及不停地学习 我觉得学习会打开很多窗户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 然后努力奋斗 更多的是要注意身体 保持健康 我个人来说 我希望就是通过影视 我们可以是有很多的故事 把两地人的心更了解一点 扣得更紧一点 为此的思念 更可以是耿耿地了解对方 我也期待这些喜欢表演的演员们 包括喜欢剧作的导演 编剧老师们 发挥自己的优势 把自己擅长的东西拿出来 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到 类型更多的戏 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承载着美好的愿望 整装带发 你 准备好了吗